歡迎收看新臺灣星光大道 到底這個跟共產黨的交流 怎麼樣子才叫得分 怎麼叫做失分 范振中跟許榮淑到底該當何罪 事實上這兩個人到中國大陸去 他們會跟對岸如何的互動 大家很關注 他們說是民進黨的最高機密 結果最後還是握手而已 出右腿我就出右腿 他出左腿我就出左腿 他就統戰我 我說你為什麼統戰我大家做什麼理由 不要講啊我們是代表 最高機密的民進黨 許榮淑的言行會不會就是這一句被搜集了 代表最高機密的民進黨 於是要開閘 范振中 我真的不知道阿嬤哪有心血來走 所以他講話很危險的 對啊你看他講那個話阿嬤你看他這樣笑得好燦爛 我覺得一聲少年五十幾歲 我不太懂他那個意思 那或許有時候是在反諷民進黨的黨中 剛才惠文講說 對於去參加國共論壇的兩位 不能跟其他去中國的民進黨人士相提並論 我稍微不同意惠文在看法 我就是認為應該要相提並論 我的基礎是建立在說 不能因為有國民黨的因素 就變成你民進黨中國政策的一個什麼 外圍的護城河 而規避說你應該比照國民黨 接受全國的老百姓 我們要求一個制度化透明化的國共或是民共 或是啪啦啪啦啪的一個互動機制 不能因為有國民黨因素 所以那個不行 我自己去做就不行 我站在這個角度 也不是完全不同意 我的立場從這邊去思考 終究還是要給台灣人民一個你的中國政策 胡大哥大致常來講那個還是重點 至於那個你的政策到底要符合 那個左邊的人期待 右邊的期待 我沒有特別的定見 那畢竟是你黨的政策 但是一定要很負責任的提出來 不能隨機又投機 這個國民黨也不行 我們自己的會去 沒關係 我不同意這種說法 所以民進黨要跟中國交往的最高機密 要告訴大家 他們到底要如何跟中國交往 哪一些事 他們可以接受的範圍 哪一些不適 到目前我也是沒有講清楚 那這件事情到底該怎麼處理 博文 我還是不太同意 剛剛記不記得以前連戰 帶一大堆企業家去的時候 是怎麼排隊跟胡錦濤握手的 然後我們媒體在那邊即使說 跟楊文嘉握5秒 跟鄭正琦握10秒 鄭正琦握10秒 鄭正琦握比較久 一大堆啊 那這一次啊 因為在長沙這一次辦了所謂的 國共論壇 兩岸論壇 因為他是比較文化方面的議題 他比較不經貿 比較不政治 所以不是那麼敏感 可是以前連戰帶隊的時候 剛剛仲信兄講得很好 為什麼連戰政治不去 談文化我去幹嘛呢 談金帽我就去啦 連戰都 連戰現在 因為現在國民黨黨主席 吳伯雄 他以前也很關心教改 比較像是畢業旅行啦 吳伯雄這次比較像畢業旅行的 可是我為什麼要把它切割過來看說 這個論壇喔 是以後永遠要做嗎 如果照吳伯雄的講碼是說 因為吳伯雄啊 當主席可能到9月就換人了 還要繼續做啊 那是不是以後馬英九 馬英九被馬英九是國民黨黨主席的 黨主席帶隊嗎 馬英九過去嗎 還是所謂的馬胡惠呢 我不是反對馬胡惠 我是要告訴觀眾朋友說 國共論壇跟一般的論壇是不一樣的 跟市運跟帆船比賽是不一樣的 你要硬把它和在一起講我也沒意見啊 可是民進黨是不是百分之百 就像鄭老師的質疑說 是不是百分之百 通通不准去 去的馬上開始啊 民進黨是這樣子嗎 平常去講民進黨是這樣子嗎 總是要講個道理出來 沒有 民進黨就跟你講我不是啊 只有國共論壇不能去 目前他就跟你講說 國共論壇我不是 我不是嘛 那高志朋說要辯論清楚 蔡英文說這個不重要啊 不急啊 為什麼 因為快選縣市長啊 他覺得不急嘛 他要拼到後面 你當然可以去批評他說 你幹嘛不敢講清楚 幹嘛不翻牌 他幹嘛這時候跟獨派翻牌 他貪這個牌幹什麼 等選完再 可是今年有選舉明年還有 而且明年還更重要了 對 那總有一天要講清楚說明白嘛 那現在沒有講清楚說 針對國共論壇 我為什麼對范正宗跟許容署 這麼的這個批評 我認為他們兩個是 明知道被做樣板還要去啊 明明知道是人家說 樣板你去 你去幹什麼呢 所以我們講嘛 新黨誰去 郁牧民去啊 郁牧民 郁主席親自帶隊啊 親民黨叫秘書長秦青森去啊 那種大頭啊 國民黨吳伯雄帶隊啊 其實我們都沒講到 無黨聯盟也去啦 無黨聯盟 林敏坤也去啦 什麼黨都去了 真的是兩岸論壇耶 所以我說那何苦呢 那他們為什麼要去 這麼關心文化嗎 這麼關心中華大詞典嗎 我引用剛剛鄭老師講的 是公的還是私的 公的還是私的 不要再假了啦 那我希望我們的媒體同業 尤其對兩岸經貿熟的 或說我們中天駐中國的特派 把那些人在中國 有的什麼投資啊 什麼理財 通通公布啊 那就很清楚啦 一般黨瞪眼啊 東華怎麼看啊 民進黨還一直要把 這個他跟中國的 這個交往方式 列為最高機密 到目前為止 蔡英文說不能辯論嘛 為了選舉考慮 年底有選舉 明年的選舉更重要 再來又要選總統了 哪一天才能 夠把這個事情攤牌 等年底選完 看蔡英文還是黨主席 就是說 也許年底選完以後 蔡英文已經不是黨主席 就下台了 也不一定 也不歸他管了 對就不歸他管了 那至於說這個 許榮 許榮蘇他們 基本上就是把他們在政治上的 剩餘價值做了一次充分利用 因為其實這次的國共認談 其實沒那麼重要 不只是沒有連戰 胡錦濤也不在嘛 中國的濤哥也不在 未來台灣的馬哥大概也不可能去 所以這個就像前不久之前 陸委會有個副主委叫趙建民 他平常也不會出來講話的 就是這個上禮拜五 禮拜六跳出來講說 未來這個兩黨的這個平台 不會比兩會的平台還是重要 以前這種 你這陸委會副主委的這種 在正常上的這個份量 其實是有限 不是那麼高 都可以跑出來對這個 國共論壇講話了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國共論壇 已經被降格到什麼程度了 未來的重要性真的會 會比較逐步降低 那至於說民進黨 能不能提出他的中國論述 由誰提出來他的中國論述 你要是拒絕的是 像獨派的全面拒絕接觸 還是你要學李登輝 提出一個所謂的 面對中國的崛起 一個合中的一個策略 時間會解決民進黨 民進黨不是回應這個問題 就是被這個問題所消滅 這很簡單 沒有辦法 台灣沒有任何一個政黨 或任何一個政治人物 如果你不能回應中國的話 你大概很難生存 葡大哥怎麼看這個問題 民進黨到底要選哪一個時機點 什麼時候才是黃道吉日 去處理這個問題 我評論一下 換成中文喜榮署 其實 台語講 雞在樓頭也請三寸連 我想就把它當個新聞事件處理就好 我是建議民進黨這樣 就到此為止 它有新聞效果 但新聞效果你看 就這樣明天不會有了 黨不要在這個問題上 借體發揮引起後遺症 我剛剛舉個最具體的 如果李文中要代表民進黨參選 南投縣長的話 如果他黨內有反對派 比如說 黃慶林他是反新潮流的 他說 李文中 按照 針對 范正中 許龍淑 人頭落地 就要開出黨籍 怎麼辦 所以我說黨要這個問題上 要更 思考到後遺症 深思熟慮一點 我看到昨天丁眼超 丁眼超是連戰辦公室的主任 因為昨天很多人不看晚報 今天日報都沒有了 連戰 他替連戰再做一個助腳 他說 連戰要不要再去 比如說 是看兩岸簽署和平協議再去 我想這是連戰的意思 因為外面一定質疑說 連戰為什麼不去 換句話說 從這句話剛好驗證了 這次在湖南長沙 我看唯一可行的是 參觀玉露書院比較好意外 其實他沒什麼好看好攤的 從這邊看出來 連戰都知道說 這國共論壇就像那個 你看那個火箭發射有沒有 推進器到一個階段 推進器就要剝落 那國共論壇就是那個 推進器燒完了掉下來了 繼續往上 所以這國共論壇不用太重視 導致下一階段連戰遇事 那麼兩岸簽署和平協議要不要做 其實他在預設議題 但民進黨你也有空間 民進黨你可以把這議題更往前走 我說兩岸簽署和平協議的前提是 北京當局你撤飛彈 民進黨只要你有這個主張出來 大家眼睛都亮起來 反對黨是有觀點的 哪一個人不希望北京撤飛彈呢 這個議題很好啊 包括你看去年在314的西藏事件 今年的七五事件 你有沒有特別注意到 每次中國的後院出事 他對前院兩個 一個是日本台灣就更失落 這一點那個最近來台灣訪問的 蘇生謝淑莉 寫脆落強的這個他就講了 裡面中天還訪問他 他特別提到這一段了 他特別注意到北京當局在這幾年 對日本跟對台灣是最務實的 為什麼務實他後院不斷失火嗎 回過頭來講連戰都看出來了 他畢竟有現實 他知道說下一次出場就是簽署和平協議 那你民進黨你要進場嗎 這個場你也有切入空間嗎 也就是大陸人最喜歡講說戰略機遇期 連戰都看出來了 那麼你民進黨黨你又看出來 我說撤飛彈只是其中一個小議題而已 你有那麼多的中國政策具體提出來 為什麼不做 反而是把自己蒙起來不管 我還是這樣好心啊 陳水美這個議題跟中國政策的議題 如果這兩個問題都不處理好的話 短期內在可見未來 這個黨人民會說你沒有希望嘛 你不能解決中國問題嘛 那麼你怎麼可能中央執政呢 這個黨的威信就始終一天沒有辦法確立 所以連戰暫時先出場 民進黨應該趁現在趕快進場 主持人你放心我會好好跟觀眾對話 所以你不用 剛剛最後那個大概是指我啦 我大概是可以理解你的情緒 以後就直接點我 不必管我的禿頭 你講我禿頭我也接受啦 但是我要講說 我叫馬英九去死或該死 如果我是罵陳水扁 你會有意見嗎 你不會 為什麼 只能罵陳水扁用那個用詞 馬英九不可以 那是不對的啦 不過剛才那個觀眾沒有非常明確的指出 我就自己招啦 你當然是指我 他說他就說 意思說講話也沒水準 你說那你不是說我罵得那麼重 有沒有道理的問題 還有兩位朋友 一個是說哎呀 要去規範 剛剛主持人講說是不是那些亂罵馬英九的 我是覺得也不可以 那些什麼綠檯那些 該罵就罵啊 罵得不好大家來淘汰他 馬英九是不可以去管 但有一個朋友講說 馬英九很可憐 他就沒有良相啊 你在幹嘛 有可能 可是第一個你不要忘記 馬英九當然說馬上就好啊 他沒說我沒人才 他說我都準備好了 那忽然間跟我們講沒有人才 那至少他要道歉說 我前面沒有講老實話 第二個如果真的沒有人才 人家罵你 你就說啊對 你們罵得對 但是我現在沒有人才 下一步請你提供意見 這樣也好 他就變啊 他說沒事啊 他可以弄得好啊 他沒有認錯 他說今天已經認錯了 我們還是亂罵 沒有道理啊 他如果認錯 說真的沒辦法啊 大家才來考慮 嚴格講我們只負責批評 我們什麼要負責要 還要給他提供意見的 所以你說馬英九可憐 我是覺得我最早在罵 陳水扁的時候 多少幫他維護 說我怎麼罵那麼重 我還不是講說這些扁迷 到最後證明不是害死 陳水扁是扁迷 你們不要跟陳昭之一樣 最後那位聽友 那位觀眾我尊重你 不要跟陳昭之一樣 你如果針對我講的沒有道理 你要針對我的道理 你不要針對我的態度 而且我這態度是蠻如實的 一貫如一 最後一次跟你對話 像我這樣講 我不是亂來的 我是很清楚的 好不好 馬英九是不是值得同情 叫自己拿出來說 說我真的沒辦法 台灣真的都沒有良相了嗎 還是有良相 人家不願意跟他去 如果都沒有 就攤開來嘛 大家老闆盡要想辦法 他不是現在叫他一塊 像我今天講他那個言論自由 那個是多嚴重 我是覺得是比什麼都嚴重 所以我說他在這一點事情上 比陳水扁還可惡 我絕對沒有亂講 陳水扁至少嘴巴都要承認說 我完全支持 他連嘴巴都不敢喔 馬英九可以說 法務部要修法規範名嘴 他說可以討論 他得是在支持馬英 支持法務部 準備幹這種事情 老百姓可以討厭名嘴 可以罵作妙娜的修理下名嘴 我們要不要立法 馬英九是被我們規範的 馬英九是要被名嘴修理的 他絕對不能說 動任何一個念頭 要規範名嘴 這是絕對不可以的 好 我們要回來中國政策 要插播要先聲明一下 我聲明一下 有有有有 剛剛感受到他聲明的誠意 鍾信兄提到的連戰 是不是國民黨的公媽派 公媽派 國民黨也公媽派 阿嬤你打 那個要 需要走入歷史煽動的人 簽什麼協議 就看電視轉播就好了 你也不用 你去幹什麼 你什麼都不是啊 你要去幹嘛 你也不是總統 也不是國民黨 你去幹什麼 看電視轉播就好了 我剛剛主持人的問題 我來講就是說 民進黨選什麼時機點 其實這個問題 同樣發生在國民黨身上 我相信國民黨民進黨都有 對中國政策 對兩岸政策 不是 不是單止和平協議 就是說主張開放快一點的 或者主張開放慢一點 或是被稱為鎖國 那種的 我相信兩黨都有這樣的人 那 終究有一天 必須要做個處理 如果像東豪兄講說 欸搞不好 年底選完建制長 蔡英文就被幹掉了 那就是另外一方局面 如果 其他的人來傷腦筋 對 如果今天是譬如說 顧寬敏 或是蔡同榮 幹民進黨黨主席 你覺得還要討論 你覺得還要討論嗎 那開砸 那開砸 開砸就馬上開砸了 我還是要提一下那個撤飛彈 因為上禮拜我們提 沒有講清楚 請問西藏跟新疆有沒有飛彈 對著他們 為什麼大家一直討論撤飛彈 這種很幼稚的問題 就是說我飛彈把它搬走了 我40個小時可以重新設定好 這樣什麼叫做撤飛彈 因為以前有個撤飛彈公投 所以大家記得 所以我說 我們可不可以拜託這些人 不要再去跟中國講說 拜託你們撤飛彈 然後請你們撤飛彈 或要求你們撤飛彈 我們不要求人家 要你就射過來 要求撤飛彈不是撤飛彈 你現在是跟人拜託 還是要怎麼跟人鼓掌 有種你射啊 不是一千多枚嗎 你射看看啊 在打嘛 在打嘛 要整整整的 幹嘛求人家說 敗戰分子 不是啦 我說你幹嘛 我覺得那些立委 那些政治人士氣 你看到陳雲林你叫他撤飛彈 看到王毅也說叫他撤飛彈 要不要臉啊 因為以前民進黨都說 他們都不敢講撤飛彈啊 我跟你講 我說實在話 比較有骨氣的 買到堂堂的 大家拚拚的 你以為線上遊戲啊 所以我講說西藏跟新疆 有飛彈對著他們嗎 那中國是怎麼處理 西藏跟新疆的問題 將來剛剛胡中信胡大哥講很好 他後院出事情的時候 就對日本台灣很好 可是後院沒事情的時候 你知道死啊你 他會這樣對付西藏跟新疆 不會這樣對付你啊 看到澳門了沒 澳門不是開了很多賭場嗎 然後中共 最近去報告人太多 停一下好了 賭場快倒了 看到沒有 你現在陸資來很高興 陸克蘭很高興 如果改天說 只來太多 沒什麼停一下 你看怎麼辦 他們的宏觀調控 所以嘛 所以不要再心存幻想 講一些有的沒有的 和平協定 請問齁 請問中國跟西藏 有沒有簽和平協定 有沒有 好像有齁 請問有用嗎 答案很清楚啦 所以不走這條路要走哪一條 所以我說答案很清楚了 他們有沒有簽嘛 有簽嘛結果是什麼 照樣派兵鎮壓你啊 你不高興啊 對我說那不走簽和平協定這一條路 那可以慢慢討論 另外一條路是什麼 那可以慢慢討論 先等著嘛 聽看聽一下喔 先進廣告